事實上習近平能給人家最大的支持 我倒不覺得是這種什麼進口小麥 就本來有那個檢疫問題的他開放 我覺得最主要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都抵制他 只有香港沒有 所以香港成為一個缺口 我覺得這個才是他能夠幫大忙的地方 就是說然後他的CIPS 就是說俄羅斯事實上也有十幾家金融機構 跟CIPS已經接軌了 而且因為 SWIFT他是一個報文系統 那事實上他還是要接美國那個資金的清算系統那個chips 所以SWIFT事實上他是一個情報系統 那如果你接上了CIPS 那基本上俄羅斯跟中國做了什麼交易 美國不會知道